大家好,我是户票胖子 今天来讲讲就是我第一份工作是坐在海岸 我是南京海岸毕业之后就去的邦界公司 是一个新加坡公司 然后他们公司的第一艘船 我上第一艘船叫邦州号 那个船载重是7800灯 就是能装7800灯货,装木头 然后我们是从扬州港 在江苏扬州港或者泰新加坡 一直可以到巴布亚,所罗门,新吉利亚 就是这些地方去的 当时我们那个船每天都干什么呢 像我们十几分 就是刷马桶,刷各种的东西 羊鸟 就是从我们国内过去的时候 就是说就是带好多好多的白酒 每个人最少都要带个两三箱 还要带一套电视机 就是小电视机啊 国内买的话一百多块钱一套 两百块吧 还有一个DVD 然后就这样 然后那个船到了新吉利亚,所罗门那边 他们那边那个时候是没有总电器进口的 其实等于就是去了跑船之后 我才知道为什么要抓这个 偷渡啊 还有就是走私啊 走私是怎么回事 就知道了 真真切切知道了 你看我们把这个国内的这个电视机 黑白的那个电视机稍微带点彩色的 一百多块钱一个 对吧 再加上一块DVD 到那边能卖 两千两百块钱Killer 一个Killer可以兑换两块四毛钱人民币 你自己算一下多少钱 接近五千块钱的 就一套电视 三百块变五千块 这就是总私的暴利 对吧 然后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带一两套过去卖 然后还有 然后到那边呢 卖完这个 还要卖白酒 白酒两块钱一瓶的二锅头 到那边能卖60Killer 多少钱呢 一百四十块钱人民币 然后一瓶酒到两瓶酒就可以换 就是换一个那个那种鹦鹉 就在那边那种鹦鹉 鹦鹉是多少 就是在他们那边 反正就两三瓶酒就可以换一个鹦鹉 那个鹦鹉就拿一个笼子 把它养在那个鸡舱里面 鸡舱里面不是有那个暖气吗 然后也很热 然后把那个鹦鹉养在里面 我们实习生每天干的活就是喂鹦鹉 把这个鹦鹉保护好 让它活着回到国内 然后一到长江就会有人划着那个小船过来 上船就搜你这个鹦鹉 能多少钱一只搜呢 最便宜的两千五百块 最贵的八千多块钱一只搜你这个鹦鹉 那么那个鹦鹉 他们那边是不会说话的 拿到中国 然后我们这边的人 你再好好的给他调教一下 他就会讲话了 就会你叫他说什么话 他就会讲什么话 很厉害 就是干这个实习生就天天干这个 这就是我们 当时我跑出来的经历 我就记得特不清楚 我之前说是正常啊 就是七八千块钱是公司发给你的 你这一烫下来你说两个半月吧 你说你赚多少钱 一套电视机赚了四千块钱 然后白酒两箱 对不对 一一箱十二瓶 两箱白酒二十四瓶 你赚多少钱 又是两千多块钱 靠近三千块钱 这就已经七千块 还有那个鸟 鸟是卖了整个机舱的人分的 还有甲板的人 机舱归机舱分 甲板归甲板分 机舱比如一般能养 养活能养活个八只鸟吧 到三千块钱一吃 两万四千块钱 对吧 八个随手八个机工 加上四个轮机员 对吧 一共是十二个人分两万四千块钱 对吧 老大拿走百分之三十 就是八千块 就是老大 就是那个机舱的老大 剩下来的人就平分吧 基本上 就老大拿走这个 因为他单折愣的嘛 剩下来的就下面的人平分 对吧 这个羊鸟生活就封闪到这里啊 后来呢 我又去那个 送那个水头回国 当时那个水头在那个巴布亚那边 被那个木头掉机 把那木头掉到天上的时候 突然之间那个掉绳断了 然后木头就飞速而下 瞬间就把水头从这个地方 一下子打出去十几米 飞到那个海里面 那滋味太酸爽 可惜我没有看到 哈哈哈哈 然后我就把它送到那个巴布亚那边的那个医院里面 你嘛 你知道那边医院是怎么样的 流着血 但是 对不起 因为我们是公费医疗 所以您需要排队 是不是很有意思 好 下次再来聊聊这些内容啊 欢迎关注我 关注互飘胖子 谢谢大家